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每股四大指數全面上漲 其中S&P500指數甚至創了歷史的新高 這表示就是說資本市長他現在就是 可以說內心非常的矛盾 一來呢非常的擔憂說 到底川習會會談的怎麼樣 事實上集團體下禮拜三還是禮拜四吧 那要在印度舉行 川習會要面會即便是如他們所言的 真的見到面的談完了 後面恐怕才是正式要啟動的 新一輪的貿易談判貿易磋商 所以那個相關的達成協議的過程 黑個烙烙等 沒有那麼簡單 那不確定的因素大家非常的害怕 但是也因為貿易戰的不確定的因素 讓整個美國的經濟已經承受了壓力 經濟已經放緩下來 所以就引來的聯總會總算低頭 可能要降息 所以市場預估說 七月份很有可能就要降息 所以一來貿易戰 它是一種擔憂嘛 但是它反倒是引來了最大的金主 聯總會可能要放錢 所以就在這麼矛盾的情況之下呢 因為利空帶來資金面的利多 反倒美股最近V型的反轉 道瓊也畢竟歷史新高 S&P已經率先過高 所以就讓人有點搞不清楚就是說 那到底現在是怎麼樣 如果說貿易戰真的告一個段落 聯總會不降息的話 那股市要怎麼反應 所以它變成就是一個很矛盾的一情況 但美股的強勢 市場的預期說聯總會要降息 事實上流動性對股市是很幫助 所以呢也就造就了 近期壓股也都反彈 那今天張老師錄影時間目前是1點 指數呢大概小漲2點 前面幾天都非常的強勢嘛 漲200點 昨天續漲 今天再創一個短線的高點 但那樣連說兩天 所以這有點攻不上去 這都合理啦 因為一來今天也是星期五 所以一般來說星期五 大家週末了 所以說操作上沒有那麼積極 所以通常都是亮縮的一個整理的態勢 加上前面這兩天累積漲幅那麼多 而且前面是連續的四根的紅棒 在這邊休息一下是核心合理 那下禮拜很有可能是一個亮縮的格局 因為G20就在眼前了嘛 所以即便是強勢如美股 很有可能也都會在大漲了超過10來趴之後呢 暫時踩個煞車 大家就會進入一個比較觀望的階段 不過呢 這一波低檔上來 真的非常強勢 連續四根紅棒用跳空的方式跳過了季線 而且它是一個帶量的有效的突破 所以就像我說的 這個突破之後呢 任何的拉回 如果它是一個亮縮的格局的話 它應該都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因為它的上升的趨勢 就短線來說它是確認的 但因為現在面臨的一個市場的一個狀況 就像我說的 它非常的矛盾 你面對貿易談判的不確定的因素 其實大家心裡也是會怕嘛 但是面對資金面的放水 它可能連續要降息 甚至大家量化寬鬆的各種聲音都要出現 那對資金面來說 對股市是有好處的 所以看起來整個格局是偏多 但是又怕怕 所以操作上來說 大家都會有一個避險的一種心態 一種需求 所以就會導致一些有避險的標的就非常強勢 比如說六角 禮拜三 大概139.5 140 非常強勢 昨天禮拜四 尾盤最多漲5.7% 再創掛牌的新天價 147.5元 那今天呢 大盤表現一般般 盤中最高來到148 又再創掛牌的新的天價 真的非常的強勢 那到目前為止 13.05分 這股價更厲害 我出門的時候呢 還沒有印到這一邊嘛 現在的股價又拉到149.5元 漲了5塊錢 漲了3.4% 就不斷在創新高的一個趨勢當中 一直往上走 那創新天價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這家公司 但是從掛牌有史以來 它最高價就一直變 不曾有任何一個籌碼 套在上面的位置 所以當股價往上漲的過程 它只會面臨下面買的 可能想要賣一趟的獲利的賣押 它不會面臨說 曾經套在150 160 1708的 曾經套好的一個籌碼 不會 所以這種股票往往是最強的 因為上漲無壓力 那 你就很難預設它的高檔 上漲無壓力 那之所以這麼強勢 當然就像我說的 第一個 它無關貿易戰 它是做什麼 日出茶態 我想在台灣 應該 可能 不管年紀大小 應該很少人會沒有喝過手搖杯 所以呢 珍珠奶茶 台灣名揚全世界 那日出茶態就是做手搖杯 那今年 也已經非常非常好 在第一季的時候 EPS是創歷史的次高 但是呢 盈餘的數字是創歷史的新高 是單季的歷史新高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第一季 是在一年之中的最大 但是卻在第一季就創歷史的新高 它就跟形象一模一樣 今年第一季也是最低 單季的稅後 EPS 4.54元 盈餘 EPS 都創歷史的新高 第二季 持續成長 持續創高 到第三季 暑假的旺季 飲料也是旺季 遊戲軟體也是旺季 所以這兩家公司 它的邏輯都一樣 最淡的第一季都創新高了 第二季更好 第三季會旺到不得了 所以那股價走起來就非常的強勢 所以第二季創高 暑假旺季 旺上加旺 那第一季賺1.87 第二季 我看大概超過兩塊 第三季可能超過兩塊半 全年估計可以賺八塊 那食品類股 因為它並不像 電子產品 它的產品的生命周期很短 它的cycle非常的短 所以你花了很多的錢 去研發 去製造 出一個新的產品 可能在半年一年之內 那個東西它就退流行 然後你要再花更多的錢 更多的研發經費 再去做下一個新的產品 成功了你可能賺很多 不成功可能 你那一兩年你就掛了 所以資金產品它的cycle很短 所以很多公司賺很多錢 那本硬幣比如說像紅海 本硬幣都不高 就是因為就是說資金產品它的風險 比較高 但食品股 它的沒有所謂的產品的那種 非常短的生命周期的問題 一款珍珠奶茶 喝了20年 它還是叫珍珠奶茶 當你口渴就是想要來一杯 當你夏天熱得要死的時候 經過手搖杯飲料店你不買 那個都說不過去 所以那個是永遠的需求都在那邊 所以通常這種穩定的產業 穩定的產品市場都願意賦予它一個 相對穩定的高的本硬幣 149.5 149.5 本硬幣大概約莫大概189倍 所以相較同業來說 它還是相對低估 所以我們就說 這是一個PE的relating行情 就跟星象一樣 股價還有很大的大漲空間 而且無關貿易戰 所以你發現就是說 股票創高整理 創高整理 創高整理 在上場的過程 那個幾乎上升趨勢角度都不變 均線多頭排列 非常強勢 所以我就說現階段資本市場 快要精神分裂 你最害怕的是貿易戰 但是你大漲的因素是 因為貿易戰而引來的聯準會的降息 但如果貿易戰不打了 聯準會會不會說我不降了 所以現在資本市場就說 他心裡非常的矛盾 他希望你降息 他希望你貿易戰停止 但是如果停止的話 聯準會會會跟你說 OK 沒有問題了 我就不降了 他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是很大 但是面對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市場有非常濃的 所謂的那種避險的那種需要 所以像六甲這種無關貿易戰的股票 這種都是現階段最強勢的標題 當然無關貿易戰的股票很多 你不要去選說 營收沒有成長的 營收衰退的財報很爛的或者虧損的 就算無關貿易戰 他也不會漲 同樣的邏輯就是說 我們要在基本面裡面 尋找最突出的亮點 但如果說他具備 豁免在貿易戰之外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的話 那股價他就會很強勢 就像我說的形象 當然今天拉回整理了 換手整理 這一波 今天最高來到320 昨天小跌 今天賣下稍微明顯一點 回測這個時日險 從這一波240幾塊 漲到320塊錢 大概漲了超過了780塊錢 所以稍微整理一下 這都合理了 都合理了 所以這是一個換手整理 那5月的營收呢 是3.92億創歷史的新高 那4月份的營收 是稍微掉下去一點點 3月份的營收也是創高的 所以呢 一樣嘛 第一季是今年最淡 但是呢 他的稅後的盈餘4.54元 已經創了新高 進入到第二季 4月稍微下去一點點 5月又再創新高 所以創新高幅度相當大 那單月份的稅前EPS 來到3.07元 所以我們估算說 第二季的稅前的EPS 應該要達到大概 8塊錢的水準 稅率你抓大概17% 所以稅後的EPS 你可以大概算得出來 那假設我們就抓兩成好了 所以8塊錢 8864 大概稅後的EPS還有6塊4 所以呢 光上半年稅後就賺了11塊錢 那你要知道說 他過去三年 平均的獲利大概12塊多 但今年上半年大概就有11塊錢的水準 所以這個很標準的就是一個倍數成長 因為上半年賺的幾乎等於過去三年 平均的年度獲利的水準 那目前的了解說 6月APP 穩定成長 穩定成長 因為從金猴爺 他的付費比率 1%成長到3% 就是因為導入了AI的智慧 人工智慧的分析 然後讓付費比成長兩倍 現在這一套呢 開始複製到其他遊戲 明星三缺一等等 所以陸陸續續會把其他遊戲的付費比整個拉上來 所以在既有的會員基礎上 當付費比率成長 他的營收規模就持續的擴大 所以這個是非常穩定的 持續在成長 商業機台的部分呢 4月份GTI展 遊戲展 那5月初 6月初或7月初貨 會到 短期的高峰 這是在出東南亞為主 到第三季 陸陸續續又有北美訂單要接上來 所以呢 商業機台的部分也會持續成長 在6月份的部分 所以目前看起來 6月份包含營收跟獲利 都渴望持續在往上 也就是說這家公司 目前它在一個上升的趨勢中間 而且它的上漲的動能逐漸增強 都還沒有看到 到底的一個狀況 大概今年的最高峰會落在 大概第三季 底第四季初 第四季會稍微下去一點點 但是大概還優於大概第一季跟第二季 所以今年大概我就說可以賺到大概25塊錢 那比以前三年的12塊多的獲利 大概成了一倍 所以這個就是我說的 當你獲利翻倍 但是你現在股價這一波最高320塊錢 甚至連2016年三年前賺12.78元 那一年的最高峰的322塊的價位 都還沒有超過 所以就價格上來說 我說實在我認為心象還是非常的委屈 成長性是一倍 本因比是一半 那如果光是拉平三年前的最高本因比25倍的話 等同它現在還有一倍的空間 那你也不要說不可能 因為如果市場環境它是配合的 尤其是今年貿易戰也變成科技戰 未來可能是長達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的中美的持續的抗衡 那種潛在的因素一直存在的過程 市場的資金它會去尋找安全的一個標的 所以這種沒有被影響 但是卻維持一個非常高度成長的標的 它是有可能成為市場的一個大熱門的一個這種指標股 所以本因比呢 開始relating 就是開始重新評價 重新評估 大概從12、3倍的本因比 18、20到25倍 甚至超越過去三年的本因比的高峰的話 那股價那個波段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以前我們曾經 大家用一整年的時間操作過群聯 100漲到739 曾經帶大家大波段操作過康控、百炎、網龍、羽峻、華寶、鲁鼠加珍 還有前兩年的漢訊 這些大波段 它少則走大概四、五個月到半年 要走大概一年的行期 往往最大最大一段都落在最後的那一、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才會說 星象恐怕處身段 現在只是剛開始而已 未來的爆發力量非常的大 所以在一個貿易戰 紛紛牢牢 也不曉得要打多久 幾個月 打幾年 真的不知道 市場的避險的需求 必然推升 這種概念的股票 未來會有非常大的空間 另外同樣的概念 生股股的美食 禮拜三 1.15 創波段新高 禮拜四 1.17 再創新高 到今天呢 1.19 一樣 再創波段的新高 雖然說現階段 它還在一個溫溫漲的一個過程當中 好像 就是漲得還不是很快 創高 整理一下 創高再整理一下 但很明顯的你發現就是說 它的趨勢是很明顯在往上走 而且 漲暗局過程它的壓力並不大 就表示就是說這個市場資金 它是往這邊滾進來的 它是滾動進來的 這個趨勢是有的 那 一來5月份就創歷史次高 扣掉2月份 有一些一次性的收入 5月份的營收 其實等同是歷史的新高 從5億多跳到6億多 而且這個成長態勢 到目前按照公司的講法 是一路成長到12月 因為除了它的舌價還變之外 後面還有陸續的新耀 所以這個成長態勢是非常的明確 所以你去發現說最近 投信連續性的買超 那個買超的張數是名列前 而且是每天都在買 不是只有砰一天買完之後就沒有買 連續性的買超 代表就是說市場避險資金持續涌入 法人是高度認同 一來 營收 實質上 它創了新高 二來 它無關貿易戰 生技產業 貿易戰沒有包含在內 再來它高度成長 目前會一路成長到年底 今年可能少折6塊 那明年可能上看10塊錢的獲利 然後EPS呢 第一季已經有一塊一六 營業率從去年第四季5%跳升到20% 所以這代表它本業獲得相當巨大的成長的幅度 代表它每推出新的一個藥品 它是真的有市場 它打得開通路 它創造出營收之外 它並不是說沒有賺錢的 它是真的創造出獲利 所以它已經從本夢筆跳入實質的本業筆的階段 那這就跟另外兩家生技股龍頭股 比如說耗鼎今天最高價是大概有到156塊吧 最高價大概有到160塊錢左右 因為內地交易的一個官司就無罪嘛 所以最高價159塊半 1147終於差不多啦 補充之間股價156塊 但是你去看看他們兩家公司 第一季都是虧手 營業率呢都是負的而且負的一塌糊塗 那即便中域的新藥已經上市了 單月營收也就6000萬 對照美食營收是6億 那差了10倍 然後呢你新藥上市的說 艾滋病的藥的市場有多大 結果你的通路不行 你的賣的就是有限 你就是沒有賺錢 都是在虧錢 但是股價156 156 終於156 真正賺錢的美食 其實營收規模大的10倍的 目前股價只有117塊 所以我敢斷言 未來會有一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美食的股價 終將超越像浩鼎跟中域這一種 有很大的夢 但實際上它始終算不了錢 所以我認為這個 可能時間不用太久 你會等著看得到 那下禮拜就要集團體 所以陸陸續續 市場會有一些觀光氣氛 避險的資金將推升一些 非常突出的 但是無關貿易戰股票 會有非常凌厲的表現 所以我們要往這個方向來做佈局 所以我們先廣告一下 等會我們再聊 其他的無關貿易戰的 非常好的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其實業績非常突出 但是無關貿易戰的相關的產業 或者公司並不在少數 IC設計也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例子 因為他們是給台灣的金元代工做 製作嘛 那廠都在以台灣為主 所以它大部分都不受影響 比如說2379瑞玉 今天再創了235.5元的波段的新高 雖然漲得並不算快 但是也是一樣 每天都在創新高 那個上升趨勢非常的明確 那因為藍牙晶片業績真的非常好 客戶積極追安之外 而且博通這次受到華為事件的影響 營收大減了20億的美金 華為的部分訂單 其實就轉來這個給瑞玉 那所以它是不但不受貿易戰影響 而且是一個受惠者 六億收會大好會再創新高 所以股價也是一個非常強的 一個上升的態勢 所以其實你個人正常是買這些股票 你會發現最近那個獲利都持續在滾動 不斷的往上滾動 因為我們買的趨勢方向都是正確的 另外呢 散熱股 泰塑昨天創了63.5元的波段的新高 漲了8.5% 今天星期五遇到一點反壓 創高638 這個盤動作拉回 但是拉回幅度並不大 還是一樣再一個創高的趨勢 這一波買48到63.8元 最多賺了15.8元 賺了33% 所以這一段上來又賺了三成 累計前面那一次是賺39塊 所以累計賺了41.8 抱歉 前面一段是賺26塊 累計賺了41.8 總共107% 超越了一倍的獲利 同時有三宋 三宋的Note 10的訂單 同時有中心記憶台的訂單 兩大動能全面爆發 六月營收會明顯的好 七月以後大爆發 我只怕它產能不夠 所以這樣股票 未來我認為是5G概念股裡面 最強勢的標的之一 那另外 之前也是大賺的齊鴻 我們也陸續將持股 在前兩天買回來 昨天來到39.3元的波段的新高 今天再來到39.9元 雖然中場稍微壓回 但是這個無礙它上升趨勢 大陸發燥5G 基地台加速建設 華為量是最大的 這場股票也有相當大的爆發力 所以利用週末的時間 大家好好沉澱一下 下禮拜如果說想要跟著 詹老師佈局最新的精明股的話 今天再開放20個米額 可以獨享詹老師 下週一將要買的最新的精明股 祝大家收視你 週一再見 下週一張 下週一張 在唱片上 指示我 可能會不會是 下週一條 下週一項 請到